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7月1号 星期二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 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一开始先关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创高的台股今天已持平开出 随着获利回土卖牙涌现 大盘一度翻黑下探 盘中因为财政部长张胜和 是持续喊多 电子族群的多头公式再起 指数向上攻克了9400点 创下了6年8个月以来的波段高点 加权指数收盘上涨了48.85点 来到9441.92点 成交量扩大到1144.22亿元 电子大军再扮演多投资力 台积电收在128元 创下了14年新高 联电进阳2% 红海入股了韩国SKCMC集团 获得了多家外资立体 强登102元续创波段高点 日月光收盘占上40元 创下了近7年新高 群创华雅客联发客纷纷走洋 LED大厂金电宣布合并参圆 市场涨身如雷 一度双双攻上涨题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台积电收在128元 涨幅是1.6% 市值冲上了3.33兆 股价跟市值同步改写 还原全值的新高记录 市场看好 7月14号除息之前 股价还有机会继续攀高 预估会持续扮演台股的多头总司令 金电与燦园进行合并了 在9月1号双方将各自召开股东会 通过合并案之后 金电将投入燦园的内部整顿 以及生产技术研发 希望在明年上半年 就可以展现合并的效益 燦园金电受到法人看好 溢价空间效益 早盘就双双攻上掌停板 面板大厂群创上武汉南台湾四所科技大学 进行产学联盟的签约仪式 群创表示 未来几年自动化与人才将是最关键因素 目标将分别为将二到三成的产能 从大陆搬回台湾 并进行产业升级 培育相关的人才 从今年第二季开始 自行车业开始迎接传统的出口旺季 自行车双雄巨大 美利达获得了外资买盘力挺加码 在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呈现逆势上扬 盘中双双上涨超过了2% 成为盘面上的焦点族群 暑假旺季来临了 熊师凤凰表示 受到景气回升影响 今年暑假档期接单畅望 7月移收有机会挑战历史新高 而熊师凤凰早盘就反映了业绩题材 涨幅分别高达2.6% 以及2.3% 法人在齐护的布局 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盘名 外资买超了53亿 投信买超了3.2亿元 而自营商更是买超了18.99亿 三大法人同步买超75.2亿元 详细一统来关系 我们下期见 台股期货部分以9233点作收 上涨了77点 与现货相较逆价差87点 筹码面部分 外资空单大增了3252口 近多单学位降至10719口 投进多单小增59口 至1436口 资议商多单增加了501口 近空单部位降至352口 中计三大法人空单增加了2692口 近多单部位降到11803口 这是台北股市表现外资法人观点的部分 李扬正确认为 由于iPhone6的诉求和以往不同 面板更大更轻薄 而这些新改变的一个 对机壳厂和背光模组的供应业者造成新的挑战了 因此李扬就预估第三季供应链的出货可能会出现地盐现象 不过还是给予可乘买进的平等 鸿海公告入股了韩国的SK集团 在盘中占上102元 创下波段新高 在外资部分 瑞信以及美林证券都在宣布投资案之后 重申对鸿海买进的平等 分别给目标价110元以及107元 台数化成为台数四保中第一档的出席个股 决意配发现金股利2.5元 旁边上呈现缓步填席 德意志证券就表示 看好台数化的核心业务有机会逐气成长 维持持有的平等 目标价71元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强弱事故 股市涨跌变化 就像天气一样股市西向台 今天出太阳的偏多讯息 由于特斯拉有意加强与鸿海合作 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 汽车零组件大厂核大 渴望间接打入鸿海的供应链 在北美的汽车零组件市场 站稳脚步 带动后续的营运表现 持续的向上 为了加速在大陆市场布局 雅尼不止在香港挂牌 如今更买下大陆的山水水泥的股权 持股比例达到百分之十二 反映表示 透过与山水测别联盟 渴望在大陆的华北 东北内蒙等地扩大营运范围 荣华指出 在美国推动公共建设计划 以及大陆刺激石化景气方案 这两大利多帮助 荣华预期 之前转投资的浮去太阳能 以及位于大陆的事业 下半年的业绩表现 都渴望优于上半年 为了鼓励公共并达 亚洲杯 财政部金管会 在听取赵峰金 第一金控的评估报告之后 决定采取双轴心的并购模式 根据了解 第一金倾向并购华南金 赵峰金选择对象 转向合作金库 看好缅甸的经济成长动能 核库金旗下的核库营董事会 通过将在缅甸阳光设立办事处了 核库指出 这是启动两年增设五个海外营业据点的重点项目之一 也是前进东协的重要前哨战 受到伊拉克战争影响 市场避险需求持续增加 黄金价格目前缓步变高 纽约黄金价格 美国时间6月30号 收盘价格维持小厂格局 收在每盎司1322美元 累计6月已经上升了6% 是今年2月以来单月的最大涨幅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永恒的海文 不朽的巴洛克 王者的城池 天空的江山 创新建筑的梦想 荡海正核心最美的收藏 My Ocean My Palace 天意 1629 5511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只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额派清理窗 这里附的是倒快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派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人打鼓也是 来用 吹气费 最后 先用气费 五分钟 台风季节来临 我们来看看防台准备做得够不够 准备沙包 固定招牌 疏通勾渠 不怕风雨来 目前往关潮 钓鱼 或不断外出 防灾用品准备好 防台不烦恼 记得随时注意 陶风相关讯息 危险区域的民众 请及早避难疏散 内政部消防署提醒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 对待美元汇率 今天收盘贬值了2分 达到29.935元 兑换1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6.90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来看看 敬包 ви 到 似AS 美人 为AND 词 找 用 软 重大國際財經訊息 歐盟統計局公布了 歐元區六月的消費者物價 比去年六月只上漲了百分之零點五 已經是連續九個月 沒有達到歐洲央行 原先所訂定的百分之二目標 凸顯出ECB在力圖拉抬物價 並且帶動經濟成長上 仍然是面臨重大的挑戰 德國政府表示 明年渴望達到全年零舉債的目標 創下了1969年以來的新紀錄 德國是歐洲最大經濟體 在這次的歐債危機中 歐洲有不少國家都是舉債度日的 德國不但擺脫全球的金融危機 並且是以身作折 嚴格控管預算以及財政的目標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日本六月製造業PMI指數從51.1上修 到了51.5表現優於預期 而日本四月一號開始調升消費稅 導致消費者支出以及製造業生產下滑 而這次的表現優於預期 也顯示出日本的內需已經出現 快速復蘇的跡象 六月大陸製造業PMI指數來到51% 符合各界預估 比上個月是上升的0.2個百分點 已經連續四個月回升了 創下今年的新高紀錄 也顯示出大陸的製造業 仍然是維持在平穩增長的態勢 亞洲股市最新消息 日經225指數以紅盤開出之後 雖然一度翻黑 播在日元指申 期貨買單陸續湧入的提振下 收盤是上漲了1.08% 收在15326點 連續第二個交易日是上揚的 詳細一同來關西 字幕提供 在國內的重大財經訊息部分 金管會十周年記者會 主委曾明宗這個特別點出未來的努力方向 強調要平衡銀行保險以及證券三大金融市場 向來近期祭出提振保險業的競爭方案 另外也將著重在消費者保護 打造健康的資本市場 李宗盛的山丘不知用多金曲最佳年度歌曲獎 更感動了他 對歌詞很有感觸 金管會歡慶十周年 諸位曾明宗在現場就放起了歌 跟同仁們一起回顧過去的點點滴滴 現場貴賓雲集包括證交所董事長李樹德 貴賣中心董事長吳壽山等人全都到場 談到台股今年以來氣勢如虹 加上現股當沖上路 曾明宗信心滿滿 要打造健康金融環境 包括銀行保險和證券都要平衡發展 強調未來外匯指定銀行DBU将逐步開放 證券業也會提出創新商品 最重要的就是將瞄準保險業 近期會提出提升競爭力方案 強化保險業發展 Fusion的關於台北報導 筆電品牌廠華碩的變形筆電 晚上已樂 繼T100衝出好成績之後 現在又亮相另一款的新變形的新品 主打四種使用的模式 其實宏基也愛上這股變形風 早在五月就推出了10.1吋的 二合一平板筆電相互交際 筆電廠大丸變形風 華碩使出大絕技 號稱四種變形 同時只要按一個按鍵 就能切換到傳統使用模式 是一般的傳統筆電的模式 那第二種則是多人分享的模式 以及第三種影音多媒體娛樂的模式 帳篷模式 那最後則是平板模式 馬路排排站秀出新品 華碩總共量下15寸和17寸機種 宏基這回也不能輸 推出年度秘密武器 10.1吋二合一平板筆電 同樣主打四種使用情境模式 純道靠磁吸式的軸承設計 最重可以吸附2.8公斤 台灣的市場 對我們來講的話 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未來的1年2年 甚至3年5年 都是我們值得期待的 宏基华碩互不相讓互有勝負 宏基甚至壓寶自建雲 作為各種裝置搭配使用 台灣雙A搶生意 就看誰的變形創意 能夠打動消費者的心 林宋重複 談不倒 4G上路之後 手機廠是卯足了全禁藥卡位 大陸品牌聯想電腦也公布了 2015年會計年度的銷售目標 8000萬支的智慧手機 50%都將要支援4G的技術 華碩也支援了4G的ZenFone 5 也傳出7月要開賣了 宏基則是預告兩款的LTE手機 下半年還有更多的新機 全力來重刺 台灣5月智慧手機市場 靠著中低階機種推升買氣奏效 華碩ZenFone 5以5.9%試占 賣出超過4萬支拿下冠軍 幾下4月單機銷售王的宏達電M8 現在隨著4G上路 傳出ZenFone 5 LTE機種預計7月開賣 對於手機晶片合作對象更是抱持開放態度 年底新機有可能採用聯發科4G珍8核晶片 價位的話我感覺是說因為隨著競爭者的變化 那麼你可能必須做很快速跟敏感的反應 這個的話也是我們要練的功夫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其實我覺得現在已經練得差不多了 就該反應的時候我們不會反應 但是怎麼提高更高的價值 從戰略面的話我覺得是更重要 另一品牌廠紅機繼去年推出Liquid S2 LTE手機後 今年台北國際電腦展又一口氣發表5款新機 其中包括2款4G LTE 紅機透露年以前還會有更多4G手機推出 將會比去年倍增 但銷售占比還是無法預估 因為紅機在信息市場琢磨較多 部分市場還是以3G發展為主 各手機廠某著鏡卡位4G大陸品牌聯想公布 2015會計年度銷售目標要達8000萬支智慧手機 新機50%都將支援4G技術 第一季銷量已經達到1300萬支 代工廠人保渴望受惠 林宋春夫特寶 台積電和三星在晶圓代工領域競爭始終沒有停過 外傳三星將在年底進行組織重整 提前14奈米的量產進度 力圖要超越台積電 不過台積電也不甘示弱 認為不論是技術 生產力和客戶關係 都遠遠超越三星 目前台積公司16奈米製程技術 已經狼刮了集體電路製造服務領域中 最大多數的16 14奈米產品 並且預計在103年排入超過20個來自不同客戶 横跨各種應用的產品設計定案 台積電董事長張中萌 面對三星英特爾競爭態勢 展現滿滿自信 強調不論在技術 生產力還是客戶 信任度都優於競爭對手 為了積極追趕台積電 三星外船將在今年底進行組織重整 提前14奈米製程量產進度 力圖超越台積電 希望能在晶圓代工領域搶下一席之地 不過看看台積電靠著先進製程技術領先 五月營收607.89億元 雖然月減1.8% 還是創下歷史次高紀錄 股價同時再創還原全職後掛牌新高 推升市值來到3.28兆元 快速逼近半導體龍頭英特爾 三星想要追上台積電 還有一段路要走 林聪聰復 台北報導 LED大廠晶電以及參議員召開記者會 宣布將以換股方式進行合併 推升晶電的股本超過110億元 穩坐國內最大的LED晶片廠 同時也為產業的整併風潮開出了第一槍 昔日對手晶電以及參議員 現在同台宣布好消息 6到12個月 我們就是應該可以把整個績效 讓股東來檢驗一下 營運的狀況是有慢慢在好轉 那當然透過跟晶電合作 我們相信就是營運改善的一個速度應該可以更快 超過換股進行合併 以參元每3.448股換晶電一股 而晶電也將發行約17.46億的新股進行轉換 整併後推升晶電股本超過110億元 穩居產業龍頭 供需的缺口越來越大 需求就遠大於供給 那自己擴產來講 是根本沒有辦法在很快的時間做好整合 換股基準日定在12月30號 不過其實在前年底大陸三安光店 就斥資23.52億元 持有營運19.77%股權 現在營運換新東家 油金店100%持有也稀釋了三安股權 我們就在5月7號的董事會 申請董事會的一個授權來進行做滴滴 股份被稀釋了 但合併後三安人持有金店3%股權 位居第二大單一股東 有沒有可能進入董事會 金店認為機會不大 不過眼前金店 三安已經成為市場兩大壁壘分明的晶片廠 未來是敵是友 還有待觀察 儘管如此 產業大者恒大趨勢 似乎已經更加確立 霍雪盧關宇 台北報導 暑假旺季登場 航空客運市場持續的升溫了 也讓首季每股大虧0.52元的華航 第三季有機會轉移 其中最看好東北亞以及東南亞航線 至於旗下的虎航也將在第四季開航 挑戰三年之內損益兩平 伊拉克戰火持續延燒 國際優價標準 讓航空業者臉綠 不過隨著暑假旅遊旺季逼近 民眾出國旅遊正夯 客運市場普遍看好 尤其是鄰近國家包括東北亞 東南亞航線載客率都維持在高檔 彌補油價成本 今年本來是我們在去年年尾就在認為今年會比去年好 第二季虧損已經縮小 第三季有機會轉移 更將一口氣新增長春 徐州 河飛 煙台等四條全新大陸航線 至於旗下虎航也將在第四季亮相 力拼三年內損一兩平 令業者復興行更是磨刀霍霍 準備讓旗下威航一局搶下國際兩行龍頭地位 我們的航線其實大家也知道說 盡量是朝開放天空的這些航線來做主導 先是大達可愛吉祥物 現在更與新加坡業者簽訂營運系統合作協議 相較於傳統的經營模式 整合性客運系統包含B2C以及B2B線上訂票 電子票物系統等更能符合廉價航空 講究低成本的營運需求 Freesure的關於台北報導 以上是重大財經訊息 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到節目現場 最後香港公司有解鎖影業 最後一分鐘иях fandom 今天要 скаж外交公司 覺得偏僅有帶滿人更 Biloxian 還有這一 Girl 明星Andale 輕鬆盒玩的 過大財經報告 他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哦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 赚 永恒的海翻 不朽的巴洛克 王者的城池 天空的江山 创新建筑的梦想 大海正核心 最美的收藏 My Ocean My Palace 天一 1629 5511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是今下最美丽的流行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 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 还可获得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记忆体市场展望一片看好 标准型还有行动式记忆体 目前市场上公布应求 下半年的行情持续看涨 威一刚董事长陈立白 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就强调 低润还有储存型的快闪记忆体 第三季进入PC销售忘记 缺货情况更加严重 可能有钱都买不到 经管会频频祭出了 振兴股市方案 在政策加持 台北股市今年以来 累计上涨超过700点 更多次改起了 马总统任内的股市高点 市场弥漫的多头气氛 外资认为 只要量能维持在 1000到1500亿之间 指数回底的机会不大 可以乐观看待 今年初金管会开放 先买后卖现股当冲 第二阶段的先卖后买 也在6月30号正式上路 整套当冲机制已经相当完备 有了政策加持 台股气势如虹 创下2007年11月以来新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指数 大盘从年初到现在 其实涨幅已经超过9个% 那电子的涨 电子类股的指数涨幅超过两成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整个量能都还是维持在 1000亿出头 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讲 只要量能持续在 1000到1500之间做震荡的话 我们不用太去担心说 第三季指数会有 大幅度拉回的这个可能 只要量能稳在 1000到1500亿 不怕指数跌 外资点出最受瞩目的四大产业 从现在一直到明年 我们看好的产业 包括像物联网 然后整个Apple的一个手机供应链 还有汽车电子的零组件 相关的产业 跟自动化相关的一些 solution的公司 外资强调 国际股市弥漫多头气氛 电子股带头冲 股王大力光刷新台股历时天价 而下半年的选举题材 以及在股东会结束 即将到来的出全希望季 多头趋势不变 投资人可以期待 富人学路关宇台北报道 社会订单易助 神准准备紧急要扩产了 因应产能吃紧的情况 预计9月增加一条 表面零件粘着产线 对于下半年的业绩展望 神准延续今年年初 对紧急的看法 预估今年订单可以一路 畅旺到9月 第三季营收 渴望达到全年的高峰 德国电子巨拨西门子 展现了全新工业科技 透过数位化和网路 自动操控工业机器 西门子还把这样的展示 全部都搬到车上 堪称是亚洲第一台工业展示车 未来预计环岛两年 拜访全台湾400个客户 用远端遥控器控制电灯开关 还能够监看每台机器运作情况 这一条条粉红色和绿色管线 就是网路提供机器相互连结 一旦发生紧急事故 也能立即发送讯息到手机 德国新门子透过数位化 把大型工厂缩影 统统搬到车子上 远端监控来讲的话 它可以放在任何的一个机台设备 举个例子好了 台湾的机械制造业 它主要是以外销出口 可是我们外销出口之后 我们在台湾的制造者 我们就可以在这台设备上面 安装的就是所谓的远端监控 到数计时拿起剪刀剪彩 宣告未来工业展示车正式启动 春秋科技创新 产业也跟着变迁 台湾传统制造业 也面临自动化挑战 西文子认为 软体结合硬体的远端操控 将成为未来科技趋势 通过远端遥控 西文子预估可以达成 30%到70%的减能效果 像这样再有未来工业的大型展示车 未来还要大处趴趴走 预计还到两年 拜访全台400客户 汉石三所技职学校 向外界展示新一波工业科技 林宋初复 谈不倒 面板需求不减 彩晶成功转亏为盈之后 连续六个季度维持获利脚步 法人估计 彩晶上半年美股盈余上看一元 下半年在UNSELL触控面板量产出货 以及LCD面板整合方案带动 全年的EPS渴望突破两块钱 鸿海吸收美国特斯拉 在2016年正式抢供 中低价电动车市场商机油谱了 董事长郭台铭就表示 鸿海要做的电动车是很便宜的 定位在1.5万美金 折台币不到50万的产品 目前也已经选定台中作为生产基地 特斯拉电动车掀起热炒 未来商机无限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看到这股新趋势 老早投入纯电动车研发多年 如今正式展现实力的时候 目前已经选定台中 新建从电池到纯电动车 组装生产基地 把台湾当成实验战场 引进最好的科技和模式 我们在台中也要盖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纯电动车的一个 整个从电池一直到纯电 过去的汽车是很难做 现在纯电动车 是我是到了我们的关键专场的时候 郭台铭提出的第一架电动车爆价 和先前特斯拉第三代电动车售价 大约为3.5万美元 价格压缩到一半不到 一旦特斯拉中低价电动车 抢供中国车市 就有机会和苏迪比亚迪 展开正面交锋 红海除了既定的8坪 一网一云目标 现在更把电动车穿戴装置 就会家庭列入加码到11坪 三网三云 穿戴装置是我的第0坪 这个云端的汽车 是我的第9坪 机械人Paper 这是我的第10坪 所以第11坪我已经改了 眼看中国政府寄出高额补贴方案 每辆电动车的省市补助 最高达17.3万元人民币 折合台币约85万元 鸿海锁定中低价电动车商机 不但可以拉高美国Tesla产能 也可以协助由高价车种 转向中低价车用市场 并进跨入中国电动车市 算是双赢策略 林宋车夫谈不倒 创意成功接获日本客户 电视晶片委托生产订单了 预计近期将会量产 创意就认为 这项消费性电子的应用处理器 从细致材整合到封装 以及电路板设计 渴望在两个月之内 通过量产的测试认证 溺注第三季的营收表现 宏基前董事长施政荣正式交棒之后 进入新时代 全面掌舵的执行长陈俊胜 首度和广达仁宝主要的供应商 一对一来会谈 了解未来新品趋势 随着迈入陈俊胜时代 明年笔电试单比例策略如何 将成为业界的矚目焦点 洪基前董事长施政荣 重返200多天卸下职务 正式交棒给共同创办人 洪基时代 全面掌舵执行长陈俊胜 今年更马不停蹄 展开海外市场巡回考察 国内代工厂部分 6月首度拜访广达仁宝 进行一对一会谈 进一步寻求代工厂支持 我们并不是盯着市场率 去做事情不是 其实我们是盯着财务数字 比原来几个月之前看到的 现在来讲 比当时几个月前看到要好 这是事实 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样 追货的现象 依照2013年笔电试单比例 以仁宝45%最高 其次为广达的40% 伪创和合硕分别为10% 和百分之五 新兴红金时代来临 除了导入新的管理和营运模式 财快系统也将更新 曾俊胜选在这个时候 正式跟供应商会面 也显示内部调整 已经告一段落 要把我们财务的数字 能够抓得非常的严谨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积极股装代工厂以外 日前股东会 有小股东抱怨 买不到红机手机 陈俊胜当场承诺 要加强通路部件 果然7月3号将宣布 和连强以及斩机国际 作为全产品线代理商 显见新通路布局 和决战市场决心 林宋处复特导 Sony冲刺4G LTE智慧手机 近期决定采用 联发科4G的单晶片 扩展中低阶手机市场 由于对手高通 加速进场脚步 严防其他大厂的订单转向 联发科全面力拱自家 64未远的4G单晶片 垂着乐金 宏达电 Sony陆续的采用 联发科与高通的抢单大战 将更加的激烈 受到三大低润厂 25奈米制程不顺影响 应用在PC以及伺服器的 标准型低润供给吃紧 现货价格一路上扬 占上了4.35美元 创下近一年半新高 持续向历史新高挺进 也让华雅客南科成为最大赢家 4G时代来临 各电信业者纷纷推出优惠专案 吸引消费者升级 享受超高速行动上网的快感 手机品牌场也分一杯羹 推出主打支援4G LTE上网功能的手机 加上微软停止支援Windows XP 带动PC换机潮 刺激低润市场持续回温 行动电话 行动记忆体的行程 加上云端的行程 基本上把整个低润工业的形态 变成一个质变 基本上不像以前通货一样 就是那么的可以互相取代的 拉活动能不减但三星美光以及海力士三大低润厂 25奈米制程萎缩不顺 导致市场供应吃紧 低润现货价格一路上涨 创进一年半新高 来到4.35美元 并持续超向4.6美元历史新高迈进 让台厂中拥有最多标准型低润产出的华雅科成为最大受惠者 现货价涨不停 根据集邦科技调查显示 生产成本约1.5到1.7美元计算 可以说是卖一颗转一颗 第二季毛利率超过55%几乎已经确定 富人轩的关于台北报道 Google以及苹果积极抢攻车载市场 包括奥迪 通用汽车 本田等国际车厂 陆续的装设智慧装置仪表板 国内的面板双雄友达 群创同样也看好了汽车面板应用 分别推出了车用显示面板 抢夺市场大饼 群创市场占比突破两成 友达的相关营州比重也渴望超过5% 台北步入了转型关键年 旗下台中新厂启用 新竹高雄厂将在10月关签 并在柬埔寨设立新的肥料厂 此外瞄准资产活化 火力全开 预期两年之后就能看到令人满意的营运成果 政府打房频频出招 加上政治议题干扰 上半年房地产交易量萎缩 连带影响台北南港C3地上全标售案 去年10月流标之后 今年5月又重新启动标售 并向市政府提出变更申请 希望将C3土地切割成4块 让得标者可以分期开发 降低资金压力 这里7分钟平要盖两栋大楼 这大楼就是犯店 今天去宣布的两家得标的厂商 这种就是三半 虽然C3进度延宕 但南港C2关关饭店已经顺利飙售 最慢明年2月东宫 加速资产活化 本业也不敢马虎 七下台中厂正式启用后 新竹厂以及高雄厂将在10月完成签厂 而基隆一厂最慢明年第三季关厂 我想这个右边一点吗 这个来说对台肥的收入必定是有增加 预期台中二以及台中三厂陆续投产后 每年可以创造出140亿的营业额 台肥强调旧厂搬迁完毕后 机器设备将以往柬埔寨 再砸超过20亿元 设立新的复合肥料厂 一到两年内建厂完成主攻东协国家 Freshwood关于台北报导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主一点我掌握了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 找到无限的机会 之前找工作没头绪 为了这只24小时免付费电话 就有专人服务 通过心上飞链机评仰 我们就了解自己的能力 以及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 我们下回各样更多的资讯及准备 善用就业资源 找出人生方向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儿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三点五倍 有了儿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是岛块 最起床 相用起床 五分钟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或争议申诉吗 请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 请正愿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关心你 奇怪 两个要吃 我都不会洗 你怎么洗就洗不掉 钱就像在放水 豆粽给它鼓励 不适合 如果你看的你还用不来 你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 你事事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国民年金正如保障的40% 不太厉害了 整天你去都会最大心 国民年金轻松缴 终身保障不会少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美股道琼小黑 亚洲股市涨跌互借 但是无碍台股多头气势 一早继续由鸿海领居 面板续墙 太阳能LED一扫一霾 虽然金融休兵 但是传采的龙头接棒 包括了台泥南亚振兴 都有百分之二以上的涨幅 多头大玩车轮战 9400点轻松过 而指数继续震荡走高 加权指数收盘上涨了48点 以9441点作收 成交量放大到1144亿元 继续改写79个月以来的新高 而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赶紧请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资深分析师顾富仁老师 为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重点 顾老师晚安 顾老师晚安 请教顾老师 近期的台股实在是非常的强 每天都有一个上攻的一个态势 而在明天的盘市投资人 也会继续的期待 该怎么来看待您的看法呢 其实今天早上的盘市 就是说早盘的压回 我觉得比盘比较正常 反而是今天盘市在攻七八十点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 应该是不能说它强过头 就是说有点强的一个超出预期 因为以最近的盘市来看的话 应该是昨天是六月三十号 就是说你半年报该做账 大概都做完了 比较难得今天看到的情况 就是说再涨上去 因为今天还有台数化的除息 那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就表示说 其实我们这个整理性大盘的 这个所谓的筹码面 算是非常的稳定 那以这个国际股市来看的话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应该是没有这个 只要是美国这里没有升息的话 我认为这个还是会持续往上走 因为这一波里面 我发觉到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台股有点赶上美股的进度 因为美国这边也是在创历史新高 他们也是持续的抗回不回 那因为台股之前在这个月 应该说在今年以前 去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它都属于这个 所谓八千点上下震荡 那你过了年以后呢 就开始走一个 所谓的先买后卖的 这个所谓的 可是重点是先买后卖 好像跟这一波 因为外地来讲 他们做先买后卖 我觉得先买后卖的这个所谓现股当中 我觉得也不太多 就跟最近来看的话 这个先卖后卖也没有 那你这一波的散户呢 其实也没有加到大概 融资余额也没有超过三千亿 就是以前九千万的时候 融资余额已经是三千了 现在还在两千 表示说其实这边的散户应该也是非常的保守 那因为其实这种轮涨的格局 我觉得对于所有的散户应该都有帮助 因为这边从事长 你知道有很多投资面 大概都有赚到钱 就算有被套住了 我觉得也理解它不远 那你现在来看的话 有很多大概都是在做初宣席 那以初宣席来说 其实这个所谓的填补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就表示说 其实我们这里的筹码是很安定的 那今天刚好走到了这个船产的部分 在做一个补涨 或者是说因为资金轮动到这个船产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健康 那我们这边来看就是说 以台股来讲的话 你不要爆量中藏黑的话 我觉得这个多头都应该没有结束了 因为就拿最近来看的话 华雅科的成交量有下去 大概只有八万五千张 可是群算大概二十六万张 那财经呢 连电都有十几万张 这个都 然后友达也有十几万张 这都是以前这个所谓的股市在 九千点啊 九千点以后啊 这种格局 就是说这个人气股呢 是带量在这边做一个量滚量 就是说虽然它不是全面性放量 可是重要的人气股呢 大概都有放量 尤其在面板身上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就是说以台股的多头人气来说 是没有下滑 可是短线上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获利了结 卖压啦 因为今天来看的话 是尾盘有点稍似的小拉肺 创造性高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现象 就是说我们台股呢 我们只要不要看到一千两百亿 收黑黑棒 就是说不要去看到说 比如说今天突然报个量了 比如说像今天格局来说 我把这个盘中走到了最高点 大概是九十五七 然后尾盘收入最低呢 收在九千十以下 我觉得这样盘是可能就结束 没有发生在我刚刚各位报告 这种情况底下呢 我觉得不要预设立场 也不要预设高点 然后这个大盘呢 还是要持续的进进涨 那持股超速就很简单 就是维持三成的现金 比如说有急速拉回的个股 就可以去买进了 像最近比如说个股轮动了 比如说短线上的TPK有回档 那我们就在明天如果 还有回档的时候 就可以继续做一个过局 现在的格局就这样子 急上的话呢 可以去抢短多了 急涨的话要去做调整 这个维持不变 只要我们的大盘呢 这个台股的部分没有爆量下差的话 我觉得都是照这个程序来操作 虽然说有一些个股可能最近震盪比较厉害 可是呢 以现在来看的话 先以这个所谓的电子的中大型来看 来操作会比较稳定 意思就是说 比如像西日光这种中型股拉 那比较大型的就是在面板身上 面板只要没有走落明显的话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去报 因为其实现在的冷气股从这个地院的族群 转到这个面板 然后LED有跟上这个脚步 那你加上金融这边也是有所谓的公共病的议题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都还是一个所谓的积极做多的现象 那之前有在跟各位讨论说 这个是不是七月份会外资会放暑假 也许会啦 但是我认为也许现在还没看到 那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再来做调整 我觉得都还会来得及的部分 所以看到目前在磐市的一个重点族群 也紧急的要请教顾老师 我们大概三分钟进广告 所以刚刚你提到要来保留大概三成的一个现金水位 要来做一些买进 所以有哪些族群可以来做一个目前 投资做一些选股的首选您的观察呢 好 你这个首选现在还是在走这个红海的这个集团呢 就是说红海因为它切到了这个所谓的电动车 那我觉得这一块呢它其实应该还会再走 那你说它的这个零组件的部分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在走面板的补涨的格局 先操作面板为原则啦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像今天比较弱势的 比如说171的永光 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好像是这个化学股 其实它是做特用化学 就是说在电子化学里面 就是在面板里面的这个化学原料 它是占了非常大部分 就是说你只要电子股的面板内开始转强 像永光这类型它也会转强 尤其它又是我们本土资金的 蛮喜欢的一档个股啦 因为它虽然它有一点点不像是生技 它有一点像是电子类股 所以说尤其是在今天也有带量 那我认为它整理完毕以后 应该还有机会往上再走 那如果说比如说像是这个 所谓的经电的部分 当然它今天因为它是经电流 又又是属于大型股啦 那么本来就震荡比较快 可是如果说是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比如说像是明基材的部分 我觉得明基材就可以去稍事 做一个考虑的 因为其实以最近来看的话 有时候呢 以这个所谓原料类的会比较 会比这个原来的面板会来的强 因为以明基材来说的话 它也是有股价有整理过 那你整理过呢 其实像今天来说 它也是流上了一些 它也没有爆量 那如果明天后天补量的时候 它应该还会上工 因为以明基材这个 所谓的前一波的大量呢 大概是在6月10号左右啦 就是上个月的10号 那你当时呢 其实这个十几万张量呢 接近20万张 我觉得都有做一个有效性的支撑 尤其是如果说把这个明基材的 这个日线图拿出来看 所以就很明确它大概就是在三十几块 三十八四十块附近做一个横向震荡整理 之后突破网上攻击 现在也在做一个横向震荡整理 因为前面的整理是超过四个月以上的时间 最近才又开始热门起来 那我认为其实在这个面板 这个没有整理性翻黑之前呢 我觉得这类型的材料类股 应该还会有机会 因为在这一波里面 那么撇开外资来讲的话 还有一些国内的这个所谓业内的主力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说 它本身是电子产业的 然后他们对这些所谓落后补涨的 甚至于四五十块的个股 都会比较有兴趣 因为其实现在分两派啦 这个高价 级高价比如说一百五两百块 甚至于说像大力光众 就是外资在玩啦 但四十块五十块 可能就是我们散户比较喜欢 因为毕竟比较多的章数资金 因为外面可能也比较灵活 所以我认为四五十块 这个有业绩的 尤其是电子材料类的 应该都会比较有机会一点点 郝东非常感谢资深分析师 顾夫人老师详细的解析 顾老师谢谢 谢谢 财政部长张胜和认为 台股健康的评论 持续助长多头气势 虽然中小型股出现 震荡幅度加剧的状况 但是全市股仍然是依照既定的步调 九千四关卡轻松的闯过 拉高突破九千四百五十点 算说见到获利调节卖压 但是整体量能是温和放大 仍然是稳稳的由多头来掌控 逼近的九千五百点 但是价量配合得宜 多头仍未见拜比 五日均线已经上移到九千三百四十点了 在未破五日均线之前 仍然可能随时引爆嘎空的行情 断线物预设高点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一同来关心 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我喜欢她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多清除 她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 哪一支股票大户拼命买 她的基本面完整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 她们都是用轰天雷 转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 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传城市中心 永恒价值 超值蛋黄区 信义金门牌 Art Deco 流金艺术 360度 城市环境 捷运信义县 广辞预定战前 一层一户 全新管工 信义计划圈 甲山林 丰益 23465511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山面膜 森田药庄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 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 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妹妹啊 去洗碗咯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 会被人嫌 爸爸说女孩读理工 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豆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 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今天要讲的主题 是现在时效最夯的自行车 你知道吗 骑自行车可以使用手机吗 不然怎么短救世界 很危险耶 会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后 可以骑自行车吗 不行 醉不上道 知道吗 晚上骑车要使用车灯吗 没啦 两个车子 盖手 哎呀 掉开啦 跟别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持自行车 不可以使用手机 不可以喝酒 夜间骑车 使用车灯 连马安全行 自在好心情 台湾部 欢迎您 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适应 也过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谢移民署 对于新住民的帮忙 让我们免费上课 学习更有用的技能 移民署推动新住民资讯 素养教育计划 课程完全免费 资讯专线 0800-005-788 土地公辈啊 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价租我的地 我刚没当周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仅为厌龙 有些人效业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语言